欢迎收看新一期的Valance电竞快讯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近期瓦圈的新资讯吧 2022年FGCValance邀请赛第三次赛事完美收官 国内最好的狙击手之一 EDG康康依旧稳定发挥拿下MVP 再加上队伍出色的战术安排 以3比1的总比分战胜K1 斩获冠军 而K1也再次收获亚军 是恭喜EDG 3比1的比分拿下我们本次FGC第三赛季的冠军 转到海外 2020哥本哈根大赛赛也在前几天落下帷幕 这也是Valant首次开放线下观赛的全球性赛事 身本无相 战舰真章 来自七大赛区的12只队伍 都发挥出了超高的经济水准 展现了他们的战术风格 给全世界的观众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瞬间 最终又来自1MES赛区的2号总比 Fanplus Phoenix获得冠军 凤出东方 黄鸣四海 Fanplus Phoenix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一路不畏强敌 两次跌入败者组 但又屡屡涅槃重生 值得一提的是 所以Getsu因为旅行限制的原因 没能参加小组赛 代替他的 是来自Alliance的烟味Cider 作为救火队员的他 用超出预期的稳定表现 成功帮助队伍挺进淘汰赛 而所以Getsu也在Fanplus Phoenix 跌落败之组后 与自己生日的当天上演了英雄归来的戏码 组成完全底的Fanplus Phoenix 势不可挡 一路披荆斩棘 将各大赛区头号中的队伍斩局马下 其实成功复仇了小组赛 战胜过他们的劲敌DRX 接着又攻克了此前代欧洲赛区 五连胜自己的夺冠大热Fanatic 随后再战未敏冠军Optic Gaming 没有效终结的比赛 13比7 最后的总决赛中 面对以激进打法著称的PaperX Sugetsu更是展现出了强大的瞄准能力 收割比赛 以3比2的比分赢下PaperX 他们用勇气和实力 证明了自己还是真正的王者 PaperX虽然屈居DR 但也创造了亚洲队伍 在世界赛场上的最好统计 在比赛过程中 Forsaken打败与近三人 相继因不可抗力 导致前三场淘汰赛 不能来到赛场 不过远程的比赛 并没有给这支队伍带来影响 他们依旧展现出了 自己独特的战术体系 一路连胜 相继击败1MEA赛区的 三号种子Guild 与头号种子Fanatic 并且以2比1的比分 击败上届大赛冠军Optic Gaming 队长崩开 更是在出场仪式上连一连整活 给赛场增添了欢乐的氛围 总决赛上 虽然在5局熬战之后 惜败Fanatic 但PaperX 用他们团队独特的打法 乐观的精神 以及顽强拼搏的毅力 获得了全场观众的认可 支持与欢呼 另外 本届大师赛 也出现了许多新面孔 这些新面孔 也在这十几天的赛程中 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 惊喜刺激的瞬间 和足以载入实测的经典对抗 其中 2021年11月舰队的 拉丁美洲头号种子 对我Levitan 在主教练Owner 因不可抗力因素 无法参赛的情况下 依然展现了这支新兴战队 无穷的潜力 在亚海巡城这张地图上 完成了全胜的记录 同样首次登上Valient世界舞台 由足球明星 大卫贝克汉姆投资的Guild 也在本次小组赛首战中 以2比0的比分 赢下上届大赛冠军Optic Gaming 证明了自己强悍的实力 最终教练激情庆祝的画面 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此以外 来自韩国散区的DRX 也通过其招牌的 以示修索A区回防战术 让我们再次见识到了 韩国队伍强大的战术纪律性 最后8月8日 我们即将迎来VCT东亚最终入围赛 来自东亚的八支抢队 将共同角逐最后一张 代表东亚地区出战 2022年VCT全球冠军赛的门票 比赛的竞争将会异常激烈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电竞快讯的所有内容了 想要了解更多Valient赛事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B站 微博 视频号 以及抖音Valient渐进 一起来感受Valient赛事的魅力吧